桂春 苏公公来了 苏公公是来传旨的吗 还没有到黄昏啊 娘娘在吗 在里头呢 奴婢这就去通传 有劳啊 娘娘 苏公公来了 方才还说 皇上回宫只去了穗乙轩和义昆宫 原来皇上还是惦记着来陪皇后娘娘的 今儿是十五月圆之夜 皇上定是想着娘娘 所以急着让苏公公来宣旨 月发贪嘴了 快点请她进来吧 是 苏公公有请 皇后娘娘吉祥 起来吧 皇上这个时候叫你过来 可是有事 皇上叫奴才来传旨 说皇上今儿个不到景人宫来了 每月十五 必定是皇上会来皇后宫中的日子 今儿是怎么了 是华妃请皇上去用晚膳了 还是皇上身体不适了 皇上说网贵人才有孕 所以处理完证物就赶去看晚贵人了 请皇后娘娘早些歇息 那也是应当的 晚贵人温柔聪慧 最善体察圣心 皇上多陪陪她也是应当的 卉春 在 等下去库房玄良禀和田玉如意 送给晚贵人安枕吧 是 娘娘 那奴才先告退了 去吧 天算还早 皇上 去皇后娘娘宫里歇息吧 不要紧 皇上不该陪着臣妾 而误了与娘娘的月圆之夜 朕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不管什么时候 可是皇后带臣妾步步 臣妾不愿让皇后娘娘伤心 好吧 那朕明日陪皇后用膳 也许多了 祝你 陈天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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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酸 臣妾没试过 不知道是酸的 皇上还是别吃了 酸得厉害 先别着急扔了 给婉贵人送去 她现在改了胃口 最爱吃酸的 酸儿辣女 是好兆头啊 复查贵人的胎没了 婉贵人才刚有了孕 皇后一定要小心照顾 这是自然的 婉贵人是头一胎 还要格外小心 一定要小心着 别像淳渊一样 姐姐命苦 臣妾不会让历史重演了 朕倒觉着既要细心照顾 也要防患于未然 这次复查贵人的事 是臣妾不够小心 要小心防范尽量避免 记着 以后宫里不许仰毛了 是的 另外 册封婉贵人的事 要好好办起来 冲冲洗 臣妾知道了 皇后 后日就是册封的日子了 准备得怎么样啊 婉贵人也算是个正经主子 是要行册封之礼的 只是日子有些紧凑 未免有些仓促 臣妾不敢妄求 一切全凭太后皇后做主 你且坐着 哀家知道你是个懂事的 只是虽然仓促 这礼数是不能施的 皇阿娘放心 臣妾已经准备妥到 只是婉贵人册封当日的 吉福来不及改制 臣妾便让礼部 拿静非封平时的吉福改制了 侍从权宜 又不施礼数 皇后 你做得好 臣妾 在 这只簪子好眼熟啊 好像是从前惠贵人怀孕时 皇阿娘所赐的那只 你的眼力真好 当日皇帝一怒之下治了出去 簪子一脚摔坏了 如今已经用宝石相好了 哀家就把这赤金盒和如意簪赐 赐予你 你过来 果然好看 惠贵人无福带上这只簪子 你要好好基福 为皇帝多天皇子才是 多谢太后上赐 皇后娘娘娘饭清清安 都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皇妃娘娘饭清清安 起来吧 谢皇妃娘娘 诸位姐妹 今日怎的如此客气 听说皇上要尽你的位分 都是一家子姐妹 自然先要向你道喜了 想来都是皇后娘娘如此福分 没想到今日臣妾也有福气沾染 华妃娘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娘娘当初从侧福进 扶正为福进之时 想来也是由侍妾们 这样敬合过来的吧 妹妹有几级人 真是聪慧啊 臣妾再聪慧 怎比得上皇后娘娘您福慧双修呢 皇后娘娘一向最爱体察皇上的心意 不知皇上所说要尽臣妾的位分 是要给臣妾什么位分呢 妃位之上便是贵妃 贵妃之上便是皇贵妃 皇上圣心大致如此 娘娘错了 皇贵妃之上还有皇后呢 妹妹的意思是喜欢本宫皇后的宝座了 娘娘多心了 臣妾只是听说 皇贵妃未比父后十分尊贵 从前顺质爷的董恶皇贵妃在时 伯尔吉吉特皇后 连立族之地都没有呢 妹妹博古通金 只是皇贵妃再尊贵 都只不过未同父后 皇后终究是皇后 皇贵妃可以有 但母仪天下的人始终只有一个 董恶皇贵妃即便追封为皇后 仍然是主不复妙 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 妹妹你聪慧过人 应该知道什么是安分守时 尽退何宜 皇贵妃之后便更能以礼服人 以德服人呢 多谢皇后娘娘指教 来日臣妾得以进封 一定会刻尽职责 节礼留宫 那么皇后娘娘 就可以多多休息了 娘娘 我还要注意 这命令了 给我为皇帝 我早派不该定�영剐 娘娘你坚持住 我 严�%,你 娘娘你坚持住 娘娘 坚持住 简秋 太医还没来吗 还没 娘娘既然如此不舒服 为何不早点请太医呢 不是奴婢不去请 而是宫中轮值的太医都不在 这是为何 奴婢亲自去问过 除了侍奉太后的两个太医 那是随时太后的断不能惊动 其余的都被年大将军接走了 怎么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中午来报 说年大将军的夫人得了疾病 就把太医都召唤走了 服侍在年大将军夫人的床边 怎么能如此行事呢 简直是太混账了 师妹比这个更混账的呢 堂堂的中宫皇后竟然连个太医都找不到 太医竟然在区区的臣子腹中 娘娘 立刻拙任 去把那几个太医给本宫叫回来 太医竟然去过了 可是年大将军说年夫人病重实在是挪不出人来 还当着宫里派去的人说 如果年夫人不好的话就不让太医回来 这件事你告诉皇上了吗 娘娘说断断不能惊动皇上 更何况皇上这会在华妃宫里谁能起得动呢 娘娘如此不适你怎么不告诉皇上啊 我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啊 前秋 不要去啊 夜深了 皇上要休息 要不然皇上明日就没有精神 处理朝政了 那总得叫几个太医回来呀 太医去年俯诊治是常事 何况现在宫门都下药了 不要再生出什么事端来了 明天早上 他依旧会回来的 娘娘 好了 本宫说不用就是不用了 出了这样大的事 连严官都禁见了 听说皇上不但没生气 还出言嘉奖了袁大将军 本宫只是老毛病了 不碍事的 皇上来看过娘娘了吗 早朝之后来过了 还陪本宫吃了药才走的 皇上政务繁忙 本宫也不想耽误皇上 皇上也太过偏袒年事了 臣妾今日听说 内务府送去了皇贵妃的礼服 去了义坤宫 花妃独成雨露 宫中的姐妹加起来都不及你一半 我真是妹妹最得圣心 娘娘真是说笑了 皇上觉得臣妾侍奉得宜 臣妾不得不多尽心 有妹妹侍奉本宫便放心了 只是妹妹恩宠身后 也该适时为皇上 添一个小皇子才是啊 可不是吗 不过 但如果只是一个公主的话 也没什么意思 岂非这话差了 若是生下个聪明伶俐的皇子 自然是母凭自贵 若是生下个呆呆笨笨的 不讨皇上喜欢 反倒是讨人闲呢 你 罢了 聪明伶俐也好 笨笨呆呆的也罢了 要看怎么去管教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赶紧生一个 健健康康的孩子 你们学着点婉嫔 多有福气啊 其实无论皇子还是公主 臣妾都喜欢 若那像瘟姨公主一样 多乖巧啊 齐妃 你听听 连婉嫔都知道 瘟姨比三阿哥乖巧多了 齐妃娘娘 嫔妾并非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孩子一来 复查贵人的孩子就没了 你在这儿得了便宜还买乖 难不成 你客死了复查贵人的孩子 现在 又想来诋毁本宫的三阿哥吗 好了 别再胡说了 你也是 位分这么尊贵 又是生下三阿哥的 何必去和婉嫔他们计较呢 白白烙日化病 臣妾何曾想与婉嫔计较 只是臣妾毕竟是三阿哥的生母 怎么能不帮着三阿哥呢 你是生下三阿哥的 本宫也是看着他长大的 本宫疼他不比你少 臣妾自知 你老色帅 皇上已经不疼爱臣妾了 只是臣妾施宠不要紧 可是三阿哥毕竟是皇上的长子 你是伺候皇上的旧人了 皇上怎么会不疼你呢 三阿哥好歹是皇上 唯一一个已经成年的皇子 婉嫔的孩子再怎么追 也赶不上他 不过话说回来 婉嫔目前得宠 又和你一样是汉军旗下武旗的出身 他的孩子一生下来保不齐 还真能和你的三阿哥平起平坐 娘娘 顺志爷当年不就曾经执意 要立刚出生的四阿哥为太子吗 不过你放心 到时候皇上真要利用 本宫一定会劝阻 顺志爷的四阿哥 不是在将冒充就死去了吗 是啊 真是可怜 要知道一生下来就会死 倒不如不生 阿弥陀佛 本宫怎么可以说这么造孽的话呢 给齐妃娘娘请安 娘娘 什么事啊 不是嫔妾多嘴 还请娘娘不要站在家猪桃下 那要怎么样 家猪桃的枝叶和花粉都是有毒的 娘娘若是误食了就不好了 真的 真的 是啊 幸好 顽姐姐住的岁玉萱一带没有家猪桃 否则的话 姐姐怀着身孕更是碰不得 怎么碰不得 家猪桃可是损胎伤心的东西 在嫔妾的家乡 孕妇们都离她远远的 小主 咱们还要向皇后娘娘请安呢 快走吧 否则就晚了 嫔妾先告辞了 你看 果然腰粗了一圈 身子也笨重了 姐姐快坐下吧 哪里就粗了就笨重了 姐姐的孩子还不足四个月呢 旁人或许还看不出来 可是我自己却知道 这个小东西在我肚子里 是越长越大了呢 是啊 都入夏了呢 凤凰花都开了 我记得淳儿 是最喜欢凤凰花的 前两日 我已经去宝华店 给淳贵人上过香了 我有着身子要臂肌 否则朕应该亲自为她去上炷香 让她保佑我 能替她报仇 姐姐有着身子 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话 孩子听得多不好 就你这么小心 其实你自己猴急未愈 不必常常来看我 来回路上着了风更不容易好 我不要紧 来陪姐姐说说话就没那么闷了 说到闷 我这两天总觉得胸口闷闷的不舒服 张太医不是开了桂枝汤给姐姐喝吗 桂枝性温有宁神通气之效 最能缓解姐姐的胸闷了 我倒是每日都喝 就觉得没什么用 小主 齐妃娘娘宫里的人来了 齐妃倒难得差人过来 是啊 传吧 奴婢见过婉皮娘娘安常在 起来吧 是娘娘 齐妃娘娘亲手做了一盘粒子高钗 奴婢送来 请婉皮娘娘慢用 替本宫谢谢你家娘娘 奴婢告退 这会儿还真觉得有些饿了呢 凌容 你也尝尝 这宫里最好的糕点出自奴婢宫 不知齐妃娘娘宫里的东西味道如何 等等 今天 可准 从小子里尾间 会讨订不想对 我们来说 我们 mientras 请郡尾 请您 化妥 娜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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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今儿怎么没午睡啊 连个宫女都不在旁边伺候着 跪下 皇后娘娘 跪下 本宫不留人在身边是还想保全你的颜面 否则事情传出去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皇后娘娘在说什么 臣妾不懂 不懂 你给婉萍送去这盘栗子糕 里头割了什么好东西啊 臣妾是送过这个糕点给婉萍 可自然是好意啊 好意 本宫已经问过张太医 这个里头可是割了足足的家竹桃花粉 家竹桃可是有毒的 臣妾不知 你还敢去打本宫 谁去太医院看了婉萍安胎的方子 你知道婉萍在喝桂枝汤 可真行啊 家竹桃加上桂枝 那可是打胎的好药吗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谋害龙胎啊 臣妾糊涂 臣妾一时糊涂了 你哪里是糊涂 你根本就是蓄谋 要害死婉萍的孩子 皇后娘娘 臣妾只有三个一个儿子 臣妾不能不为她的前途做打算 那又怎样啊 即便婉萍生的是个二个 那孩子还小 你怕什么呀 臣妾不能不怕 臣妾已经失宠 三哥又不得皇上宠了 他若做不上太子 三哥这辈子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你糊涂 你真以为你是帮三阿哥吗 若非今日之事发现得早 你要真害死了婉萍的孩子 你以为皇上会放过你吗 皇上一见到三阿哥 就会想起你这个害人的额娘 三阿哥才真是没有指望啊 娘娘 臣妾糊涂了 臣妾真的是一生糊涂了 当然你是糊涂了 我 还好今儿的事婉萍先告诉了本宫 本宫替你瞒下来了 否则 你还能跪在本宫面前说话吗 那婉萍知道了 她自然是知道 她还要急着跟皇上说呢 好在本宫拦着她 还跟她说会给你个教训 她才可罢休 多谢皇后娘娘 可是臣妾也没有真害到她呀 她不是也没吃吗 你已经起了害人的念头 还这么做呢 唯一的差别就在于 婉萍没吃下药 没伤到龙胎 那不是婉萍幸运 是你自己呀 三阿哥怎么会有你这样糊涂的阿娘 做出这种糊涂事来 本宫会替你圆好这件事情 但为了读婉萍的嘴 本宫不能不对你略成小剑 以后三阿哥除了住在重华宫 起居读书之外 不准再去长春宫 娘娘 你是三阿哥的圣母没错 但本宫不能不给你的教训 不 以后本宫会替你管教三阿哥 你就不必再往长春宫去了 不 娘娘娘娘娘娘娘 臣妾不能没有三阿哥 你放心 本宫不会隔断你们的母子之情 你要见她就到锦仁宫来 这样万一来日有什么话传出去 本宫也算跟众人有个交代 也能暂且保全了你 自然你若不肯 万一婉萍闹起来 你想再见三阿哥 也不可能了 我先皇后娘娘 太好了 父亲 太好了 太好了 不瞌得了 不瘤了